最近一段时间香港依旧很乱 但是我发现有些人想要搅混水了 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政府了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手收拾那些暴徒 我相信这些问题也是很多人疑惑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其中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 试想一下老百姓都知道应该出手收拾这帮暴徒 中国政府不知道吗 既然知道没有动作 那么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 这件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二 还没有到出手的时候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两者兼知既不简单也没有到该出手的时候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 想要搞明白这个问题 首先要搞明白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 管理一个国家主要有四个部分 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 外加一个所谓的媒体监督的地势圈 我们先说说传统的商权 所谓的行政权就相当于政府 立法权就相当于立法委 司法权就是法院 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出在哪 司法权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行政 司法 立法 三对独立 现在香港三权中的行政立法权都还不错 能够与中央政府形成一致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暴徒 针对香港警察和冲击立法会的主要原因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香港的行政权和立法委还不错 香港回归了 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政策 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与中央政府一致 那么还叫一国吗 香港政府的最大权力 就是管理香港的一切公共事务 同地方政府一样 没有军队 香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最大依仗是警察 这就是那些暴徒 针对香港警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警察执行法律 首先你得必须有法律吧 法律由谁来制定香港立法会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根据图律生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 在1998年7月1日 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香港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 香港远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著称 也就是说香港立法会全部是中国人 中国人当然要维护中国利益 维护香港利益了 有了法律 你违背了法律 那么警察就会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后就会由法院来审讯你 给你定罪 香港法院分为三级 基层法院 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 如果你犯罪了 被警察抓起来 然后有基层法院审理 定罪后 如果你不服的话 那么可以上述 香港那些暴徒为何胆质那么大 因为由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 给他们撑腰 无论罪多大 到了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那里 都能给你把罪名占至最低 因为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官 都是外国人 所以香港的司法界非常的糟糕 试问 在这种情况下 暴徒有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保护 他们害怕把事情闹大吗 警察还敢维护社会秩序吗 如果警察不敢维护社会秩序 那么香港政府就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大手段 我相信 现在大家应该能明白 香港的问题不在行政 不在立法 而是在司法界 因为司法界的大法官都是外国人 我相信到这 大家肯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不能把那些外国籍的大法官都换掉 对不起 换不掉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法官是终身制 除非死掉或者是自己主动退休 否则没有任何人能换掉他们 可以一直在那个位置做到死 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离 下面我们再说说香港为什么会这么乱 可以说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不错的 除了少部分非常的坏外 大部分都是愚昧的老百姓被人给忽悠了 很多人连志都不会写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被洗脑呢 这就涉及到香港的第四权媒体 目前香港媒体中具有中方背景的主要有两个 大公报和文汇报 其他媒体没有明显的倾向 但是这两个媒体在香港的公信力确实不太高 2006年的香港传媒公信领评估中 大公报在17份爆战中排名是第14名 文汇报则是第11名 在香港真正坏的是哪些人 第一 1949年逃到香港的国民党人 这部分人对大陆共产党有着血仇 第二 解放后大陆逃到香港的人 这些人大多是当年在大陆 因为地赋反坏又身份 或者是国民党特务身份 平时逃到香港 这部分人对共产党有着深仇 第三 越南难民 当年越南战争南越灭亡之地 英国政府为了配合美国安排这些难舍难地 他们公然将中国香港 作为南越南越南难民的安置地 从而导致大量的南越难民逃到香港 成为香港的新居民 这部分人是使命反对中国 努力高干度 力图恢复英美势力的 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个 香港脑肠大学生 不知道大家发现问题没有 香港每次出现问题 带头的都是那些学生 为什么会是学生呢 因为那些学生没有经历过社会 脑肠好骗 而且怂恿学生搞事有两大好处 第一 学生终究年轻不仅仅好忽悠 而且社会对其包容性相对比较强 他们带头搞事的话 最终在判刑的时候 肯定会做出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 更何况香港的高等法院和中省法院都被外国人控制 第二 学生的影响力比较大 在一些老百姓的验州 大学生都有思想 有文化 有数字 大学生都出来搞事了 那么一定是正确的 这就是反动势力 利用学生的根本原因 香港除了司法界相当糟糕了 就属教育界了 香港的教育界为何如此的糟糕 原因在于英国对其实行殖民化的教育 香港学生上大学需要考试门 语文 英语 数学和通识 通识就有点像我们的政治课本了 但是这门课的教材在香港无需送舍 沦为别有用心之能像青少年灌输政治立场的工具 有此可见 香港的教育界被渗透的多厉害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中国为什么不乱军队对付那些暴徒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大家想 如果军队进去维护社会治安会怎么样 进去以后 如果不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话 那么就算军队进去维护治安也没有用 因为到高等法庭和中省法庭那里 那些暴徒依旧会被判狠轻的心 如果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的话 那么会非常的麻烦 不仅仅对政治有巨大的影响 而且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上面我们也说过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好的 只是一部分人被怂恿鼓动 更多的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一旦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 那么就可能引起整个香港社会的不满 现在至少香港政府立法会和内陆还是一条心的 那个代价就太大了 到时恐怕影响的就不仅仅是香港了 还有内陆 我们得花大量的能力 物力和财力去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这是一件极其不划算的事情 现在香港再乱 乱的也是香港 乱不到内陆来 香港主要依靠转口贸易才富有其来 随着内陆沦入世界 香港对内陆的重要性已经率一降低 本来除非香港改变发展模式 或者香港只会越来越差 而想要香港改变发展模式不但困难重重 而且也没有那个时间和机会了 什么都没有 想要重头来何其的困难 可以预料的是 未来香港会被内陆拉开越来越远 这个时候我们取消一国两制进去干涉香港 以后香港经济越来越差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香港人 把罪头坏到内陆头上 所以我们为啥要去干涉它呢 让它自己全下去 让香港人自己去掂量那些法院的垃圾和独派分子 但香港人发现 因为那些人让自己全下去的时候 自然会支持香港政府去搞他们 只有这样 以后香港经济变差了 才不会怪罪到内陆头上 反而要主动来求着大陆采取一国一制 因为那时香港只有回归一国一制 内陆才可能将部分产业转移到香港 帮助香港进行经济转型 香港人才能够生活变好 现在这个时候 内陆去干涉它 根本是一件极其不划算的事情 只要香港政府还能坚持 还再坚持 只要香港还没有到彻底失控的时候 内陆是绝对不会进去探着探洪水的 但它折腾 军队就在旁边 能折腾出什么浪花来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政府 政府的考虑一定是深层次的 没有进去并不是我们熟 连美的我们都不怕 害怕香港那几个小丑 不怕香港那几个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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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定在帮助香港的 在阻转了 不怕香港那几个小丑 不怕香港那几个小丑 才能够能达到